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座的各位 你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不了解 那我的问题呢 是有关于中国的国粹 京剧艺术 我们都应该看过京剧 在京剧的表演当中 每个人的脸上都画着各种不同的脸谱 所以我想请问大家问题是 一般来说 这个白色的脸谱 它代表的人物性格是怎样 有谁知道吗 奸诚 奸诈 邪恶的 那代表人物可能就想到曹操这样的 好 那黑色的脸谱呢 黑色的 代表什么样的人物性格 下一个 大家知道黑色的 谁的脸是黑的 包工 那包工性格是怎样的呢 对 正直无私 刚正不合 那大家有没有人知道绿色的脸谱代表什么样性格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那绿色的代表是暴躁 莽撞 勇猛的形象 黄色呢 是代表凶暴残忍 非常残忍的人 最后再考大家一个 你们知道红色的脸谱代表怎样的人物性格吗 红色的脸谱 谁的脸是红的 所以关羽的性格呢 忠义 正直 对吧 所以我们都一看到红脸 然后就想到忠义就是关羽这个形象 因为关羽实在是太有名了 那个财神庙里面有关羽 然后呢 在黑社会那边他们都拜关羽 因为追求忠义嘛 有的黑社会的这些大哥们 背上都纹着一整个的关公 他们说我们能背起关羽 那很奇怪的是在香港的警察局 这些警察呢 他也拜关羽 不知道关羽到底会帮谁 然后我们在菲律宾吃饭 有时候去中国的餐馆 一进去就看到一个关羽拿着一把大刀 你就知道他要宰你 宰客 所以关羽非常的有名 那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常多的忠诚良将 但是跟关羽比起来知名度都差很多 这个呢 要归功于《三国演义》这本历史小说 在《三国演义》当中有一段故事 就讲到说这个曹操攻打刘备 结果刘备战败了 他就跟关羽和张飞走散了 这时候关羽呢 被曹操围住了 就困住 进入到一个绝境当中 曹操这个人非常的自负和骄傲 但是他还是很慧眼识人的 他知道关羽是一个忠义之人 是一个可用之才 所以他说这个人武功又这么好 品格又这么忠义 如果要是为我所用 那就最好了 所以他就去找人劝降 结果关羽呢 是宁死不屈 那最后曹操没办法 他派了一个人去劝降关羽 这个人就是关羽的朋友 叫张辽 张辽呢 很聪明 他不跟关羽说 你跟了曹丞相之后 有多少荣华富贵之类的 他跟关羽说 哎呀 云长 你死了不要紧 你大哥他的家眷还在这里 假如你死了 家眷有什么不测 你在九泉之下 还有什么脸面见你大哥 然后关羽想一想 他不愧是忠义之人 他就说 好 那我投降 但是我有三个条件 第一 降汉不降曹 我是投降了汉朝天子 不是投降了曹操 第二 不能亏待了我们家属 要有吃有喝有用 而且第三个最重要 如果我一得知我刘备我大哥的下落 我立马就走人 曹桑呢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答应我 他以为他要好好的对关羽 关羽有一天就不再想刘备 但是没想到 他那么的细心的照顾关羽 而且还把当年 吕布骑过的一匹赤兔宝马 也送给关羽了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 关羽一得知刘备的下落 骑着这匹赤兔宝马 过五关斩流将 结果头也不回他走了 那通过三国演义 这样一个故事的刻画呢 关羽一下子就成为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中意形象的代表 因为他对自己结拜兄长 是忠贞不二 一国云天 所有人都非常佩服 那今天呢 我们也是把它当作了 中国文化当中 一个中意形象的符号和代表 所以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评判一个人物的标准 基本上是建立的 建立在五个字的基础之上 大家看大屏幕 这五个字是忠义人爱理 忠义人爱理 这五个字的价值基础上 其中忠义是最重要的 很奇妙的是 在圣经当中 对人物的评判标准 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评判人物的标准 非常的相近 今天我们要看这段经文当中 就是要讨论一下 关于中意的话题 我们今天的经文在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十四到三十节 我想大家的这个flare当中 都有经文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十四节开始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 要往外回去 就叫了仆人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照个人的裁判 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两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那领五千的随即 他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领两千的也照样 领赚了两千 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买财 我做了十九 那领两千的也来说 主啊 你交给我两千银子 请看我又赚了两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要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 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中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 要据脸 我就害怕 去把你的一千银子 埋藏在地里 请看你的原银子 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既知道我没有中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 要据脸 就当把我的银子 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带地所为 夺过他这一千来 给他有一万多 因为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狱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人 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 丢到外边的黑暗里 在那里 要必要哀哭切实 好 我们一起来低头鼻目 我们来祷告 天父 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不是因为 我们能蒙了怎样的恩典 不是我们相聚在一起 不是因为今天 是我们的休息日 乃是因为 以色列的圣者 圣者 我们的救助主 耶稣基督 他在这一天 牺牲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罪得赦免 使我们可以复活 主啊 我们今天在这里 送在你的名 我们同时 也渴望生命能够成长 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 所以今天主啊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能够研读你的话 这是你莫大的恩典 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 被你的真理和圣灵刺透 让我们的生命 心意都能够更新改变 接下来的时间 向你恭敬的交托 给孩子当初的话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阿们 好 感谢主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段经文当中 神要对我们说什么 我们先来看 前两解的经文 经文说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 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照个人的才干 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两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这段经文是耶稣 对门徒讲论的一段话 如果我们看前面的经文 就可以知道 这段谈话是耶稣 在耶鲁撒冷城外 橄榄山上 教训门徒的一段话 那这段谈话当中 有非常多重要的教导 其中呢 耶稣讲到了四个 有关天国的比喻 我们今天这段经文 是第三个比喻 所以当我们一看经文 一开头的时候 耶稣就说 天国又好比 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耶稣在这里 是想把天国这个事物 让我们能够 借着我们一些能懂的方式 来介绍给我们 那么天国 The kingdom of God 上帝的国 到底是怎样的呢 耶稣说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天国就好像一个人 往外国去 叫个仆人来 把家业交给他们 所以我们就可以 大概有了解说 这个天国 天国就是一个主人 跟他仆人之间的故事 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请问在座的各位 你们家里面 现在有请鸭鸭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谢谢 不是很多了 但是如果你家里 有鸭鸭的话 就可能会帮助你 理解今天的经文 在菲律宾请鸭鸭 真的很实惠 因为全世界最便宜的仆人 就在菲律宾 我前两天在网上查了一下 在菲律宾四千批所 大概你可以请一个鸭鸭 但是在中国 你需要付出三千五百人民币 而且还不一定 你说要找就可以找得到 所以在菲律宾 我们还是很蒙福 因为我们可以用很少的代价 请一个工人 为我们工作一个月 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 仆人其实跟鸭鸭的工作 可能有点像 但是他们的地位 是相差甚远的 鸭鸭有时候 那个找得不好 会让人很苦恼 前一阵听说 牧师家就发生了类似事件 有些他找了鸭鸭 结果不辞而别 还借了钱 那他们有说走就走的理由 后来牧师跟我总结说 菲律宾人不说不 所以他们说不的方式 就是不辞而别 让中国人有些接受不了 所以他们有这个自由 说走就走 而且鸭鸭还有很多的权利 菲律宾是有很多法律 专门是为保护他们来设立的 但是我们今天经文当中 这个仆人就是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代的仆人 完全没有自由 而且比较靠近原文的翻译 英文的翻译是 slave 也就是说这个仆人 直译过来是奴隶的意思 他只是一个奴隶 一个奴隶没有选择的自由 他不可以选择 我想做或者不做 我想来或者不来 甚至连他的生命的权利 都握在主人的手上 甚至主人可以决定他的生死 所以可能有些弟兄 怎么会问说 为什么基督教还倡导叙奴 为什么基督教会鼓励有奴隶 其实圣经当中并不支持叙奴 圣经当中只是记载了 忠实地记载了 当时人类社会的状态 也就是说当时的奴隶 是有一些具体的社会状态而产生的 有些奴隶是因为战争被奴掠过来的人口 有些奴隶是因为借了很多钱 但是自身又没有办法偿还 只好把自己卖给那个人 作为了奴隶 所以上帝并不喜悦人这样做 而今天我们这段经文 是圣经很忠实地记录了 当时人类的社会状态 而且也是耶稣用当时的人 能够听懂的方式来做比喻 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 这个经文就变得更奇怪了 这个家主竟然把自己的家产 分给了他的奴隶管理 而且我们看十五节的经文 就是给他们的并不是小数目 中文圣经是五千银子 两千银子 一千银子 这些钱如果换到菲律宾比索的话 我稍微计算一下 应该最少的是被托付了五十万比索左右 所以五千银子大概就是五十万比索 所以对有些人 有钱人来讲 五十万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对一个工人或者鸭鸭 五十万绝对是巨款 那现在已经快圣诞节了 我想很多弟兄姊妹 打算出国旅游 你会不会在出国之前 把你的鸭鸭和司机招过来 一个给五十万 一个给二十万 一个给十万 然后你就出国旅游了 结果你回来的时候发现 连人带钱消失不见 所以你知道如果这个主人 他不是个傻瓜 他就是真的很信任这些仆人 而且他还很了解这些仆人 因为第十五节说 按照他们的才干给他们银子 可见这个家主非常了解 这些仆人的才干 很信任他们 好那两节经文 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所以我们基本上知道了 天国是一个家主 托付他仆人钱财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究竟来 怎么来彰显天国的样子 我们要接着往下看 接下来一段经文 十六节说 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领两千的也照样 另赚了两千 但他领一千的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这三节经文 讲到一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 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做买卖 所以我想请问各位 你们觉得做买卖有这么简单吗 没有 刘洁马上说了 没有 因为做买卖根本不可能说去赚 然后五千块钱就来了 所以经文当中说的很轻松 那个零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你知道这叫什么 这叫赚翻了 我们老说赚翻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个零两千也照样的一模一样 赚了两千 所以每次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 我都在琢磨 他们做的到底是什么声音 你知道拿着钱去做买卖 然后回报率是百分之百 这个不得了 因为你用五千块钱投进去 就赚五千 一万块钱投进去赚一万 你知道这种买卖 如果做十次的话 五千会变成多少钱吗 会变成五百一十二万 然后你再做五次这样的生意 就是十五次 就是一亿六千三百八十四万 所以你觉得这个生意怎么样 好不好 太好了 要是有这样的生意 我就卖点东西 涨个iPhone六的钱 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生意 直到我做二十次生意 我就可以把苹果公司收购下来 所以这个买卖真的很好 你想不想做这个买卖 邵龙一直在笑 他肯定想做 不过抱歉 如果我们好好的来去研读这段圣经 我们会发现 做买卖根本就不是 我们刚才说的那么轻松 因为接下来的经文 说到一句话 说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许久这个词 不知道是过了多长时间 但是时间应该不短 所以你想啊 这个零五千银子的仆人 如果他去做买卖 第一周就赚了五千 他难道会停止做买卖 就在那边睡大觉吗 不会的 这个仆人不会那样做的 所以如果要是这样算 假设主人离开一年 一年五十二周 一周赚一番 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 这个仆人应该可以帮主人 成为世界首富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主人离开了很久的时间里 这个非常有才干的仆人 也只是赚了五千 那个零两千的赚了两千 所以做买卖 真的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个人是没做过什么买卖 唯一有一次为着钱去做买卖 是上大学的时候 在北京呢 有一个新的报纸发行 然后他就请大学生 去帮他做促销 说好了呢 是干一上午 给四十块钱 然后如果你超 卖超过一百份的报纸 就可以多提成十块钱 然后我们班的同学 然后就很踊跃的报名 我也去了 那天早上五点钟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到北京的安定门地铁站 在那边 那时候差不多是三月份 早上冷的呀 我都冻僵了 然后我还得拿着一叠报纸 到处去卖报纸 那个他们的促销手段是什么呢 就是你买一份报纸送你一个橙子 那总共加起来才五毛钱 所以你想 其实真的很值啊 就是你五毛钱 可以买一份报纸 还可以送一个橙子 这非常值得买的 但你知道 我就那时候发现 中国人的思维真的很奇怪 我在街上问十个人 有的就是我刚说 你好 瞪我一眼就走了 然后有的是 我跟他解释说 我说买报纸一份 五毛钱 还送一个橙子 听完之后 摇摇头表示 没有这样的好事 别走 所以问十个人 大概就三四个人 会买我的报纸 这种结果让我很灰心 于是那个早晨 我忽然间想到了 我小时候唱一首歌 就卖报歌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不等天命去卖报 一边走一边教 今天的新闻真正好 一个同伴就买两份报 我小时候特别爱唱这首歌 也很简单 但是那天早上 我发现卖报纸是毁童年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 卖报纸非常非常的 让人心酸 哪有那么令人兴奋 在大早上去到处 问人要不要卖报纸 但后来呢 我逐渐找到了一些技巧 然后我发现 排在路边那些出租车司机 是一个非常好的群 然后我就去推销 有的司机很聪明 拿出两块钱来说 买四个 然后他就有四个橙子 和四个报纸 有的司机就是绝对不买 所以就很奇怪 人的想法就很奇怪 然后我的另外一些同学 他们卖报纸的点 是在王府井 你知道王府井的人 怎么能来卖报纸呢 他们是集体出动 把橙子和报纸 一箱一箱的搬到自己的店里面去 你知道会做生意的 和不会做生意的 就去非在此 那天早上我忙了一上午 最后我赚了五十块钱 因为我卖了一百二十份 是我们那个点的 那些同学当中 卖的最多的 那我赚了五十块钱 我很欣慰 但是你知道 那天我的手动得都干裂了 腿快断了 人快累瘫了 我也明白一件事 五十块钱真的不好赚 所以做买卖不容易这件事 我想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你们肯定比我了解的更深刻 那么你们就肯定能够明白 这两个仆人 他们那么辛苦的赚钱 只赚了五千 他们是有多么的艰辛 而有一点我们也需要注意 就是经文当中 还有一个词说到 那零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 随即这个词也非常的特别 我们通过这个词就知道 这个仆人拿到钱之后 他毫不迟疑和犹豫 他是一个善于把握商机的人 在我们大陆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例子 因为我们大陆的市场 可能现在不是很规范 前一阵有一些网友 调侃物价被炒得 涨着离谱的现象 发明了一些词汇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就是算你狠 将你军 逗你玩 猪你长 等等 有网友预置为四大天王 所以这些词语都是 在讽刺说 有一些像大蒜 生姜 绿豆 猪肉 在短短的时间当中 一下子价格暴涨四十多倍 和一百多倍的现象 在这种过程当中 有些人抓住商机了 所以有一个山东人 新闻报道的 说他因为囤积大蒜 他就净赚了几亿人民币 只是卖大蒜 卖了几亿人民币 很多人眼红 就也开始囤大蒜 卖大蒜 结果呢 2010年有一个词叫算你狠 2011年出了一个新的词 叫算你贱 因为当时囤大蒜的人太多了 结果第二年投资的人都血本不归 所以你看 把握商机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还有毫不犹豫的行动力 吃苦耐辣的精神 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当中 这两个仆人 他们拥有的才干 而同样让我们看到的是 做生意做买卖 真的不容易 他们这样的辛苦去赚钱 却只赚了一番而已 因为这样 第三个仆人就非常的聪明 他一看这两位拼死拼活的干 图啥 又不是自己的钱 还不如保存好了 别弄留一块 回来交给主人 我不求有功 但求不过就好了 所以第三个仆人把钱一埋 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什么事都不操心 我想再做一个调查 各位 你们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你们没有写作业 然后特别怕去学校 谁有 都会有过 好 那我就不惭愧了 因为我经常有这种感觉 我是深有体会的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特别不愿意写作业 然后我就很贪玩 有时候能写 那有时候就不能完成作业 那我们小学的那个规定是 你在早晨打零之前 需要把你的作业 放到你的桌子的一个角上 然后等待老师过来检查 如果那天我写了作业 我就非常的踏实 我就说老师赶紧来吧 赶紧检查我的作业 我完成这么好 但是你知道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我没有完成作业 所以我就特别的希望 我们老师家里有点事 然后突然间今天不来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老师几乎都是每天都来 所以他就发现我没写作业 然后我就 罚我蹲在讲台旁边 补作业 所以让我特别能够理解 这个第三个仆人的心情 他一定是在盼望着 主人不要那么快回来 因为他发现 他的两个同伴 作业做好了 但是他的作业还是空白 不过呢 该来的一定会来 这是一定的 那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 经文说 十九节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那领五千银子的 又带着另外五千来 说主啊 你交给我五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 好 你就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市场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两千的也来 说主啊 你交给我两千银子了 请看 我就赚了两千 主人说 好 你就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市场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我们从经文看 这个主人 他真的是很在乎 他的家业 他很期盼 他的仆人能够 尽心的管理 所托付给他们的银子 所以他回来 第一件事 就是来跟他们算账 结果那个领五千的人来了 他把他的成绩 摆在主人面前 主人只用了一个字来肯定他的成绩 就是好 但是呢 接下来主人却用了六个字 来称赞赞扬肯定这个仆人的为人 哪六个字呢 又良善又忠心 这两个字几乎是一个仆人能够得到的最好的赞扬了 我想那一刻这个仆人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值得 那接下来的经文是 那个零两千的也来了 说主啊 你交给我两千银子 请看我又赚了两千 然后主人看了看两千银子说 啊行 放着的 是这样了吗 不是 这个主人竟然跟 跟那个五千银子说的一模一样 他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赚了两千的仆人和赚了五千的仆人 他们所得到的奖赏和肯定 完完全全一模一样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难道主人不在乎这些银子吗 他评判 判断仆人的标准 标准和依据究竟是什么 肯定不是才干 因为一个是五千 一个是两千 那么标准是什么 这个评判的标准 就是主人自己说的 就是又良善又忠心的品格和态度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这段经文的重点 就是主人对两个仆人说的 又良善又忠心 那么什么是良善又忠心呢 大家今天的手中的这个单页当中 写着我今天信息的主题 我主题叫忠心恒久远 下一句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你们没看过大陆的这个广告吗 广告说 钻石恒久远 一颗永流船 但是忠心恒久远 一颗永流船 所以 的确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 就是忠心 但是很多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容易忽略 其实良善 也是神非常看重的 虽然忠心是主题 但是家主在强调忠心之前 他先强调了良善 似乎呢 良善跟忠心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 这件事情不可不提 因为圣经当中有一个真理 就是只有神是良善 只有上帝是良善 我们只有得救才能成为良善 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牧师 叫保罗华许 他曾经在一次布道会上 他就问下面的听众 说 你们知不知道 在圣经当中 有一节的经文是 人看为最可怕的 他说 我每次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都浑身站立 在座的各位 你们知道哪一节经文 在圣经当中是最可怕的吗 保罗华许说 这节经文就是 路加福音18章9节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一个无比可怕的真理 就是 God is good 上帝是良善 为什么上帝是良善 这么可怕 我之前在这里服侍的时候 我经常做私会 我做私会的时候 会一般跟大家先互动一下 我说Hi 然后你们会说 Hello 我说Hello God is good 你都忘了 And all the time And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God is good 为什么这么可怕 上帝是良善的 有什么可怕的 其实我们不明白 他的可怕之处 是因为我们还没 把这节经文说完 经文的意思是 God is good But we are not 上帝是良善的 但我们不是良善的 原文是 除神以外 没有一位是良善的 No one is good Except God alone 除神以外 没有一位是良善的 所以当上帝是良善的 而人却不是良善的 是邪恶的 那么良善的上帝 公义的上帝 他就必须要刑罚邪恶的我们 所以我们会死 所以地狱就是我们犯罪 堕落的最后结果 圣经当中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圣经又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 所以因着我们的罪恶 和神的良善 我们就必须死 死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 但是感谢主 你知道吗 在圣经当中 还有一节经文 是最美妙 最安慰我们的 就是约翰说的 神就是爱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们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上帝不忍让我们死 他让他的独生爱子 替我们死 当我们死在 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 基督使我们转活过来 第三天 他在十字架上牺牲 救赎我们 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 使我们可以进入到 基督的里面 得称为义 弟兄姊妹 我们在教会 经常会说一个词 因信称义 你们知道吗 这个义 因信称义的义 就是在神眼里 看为good 在神眼里 看为良善 我们是因为 基督的救赎 凭着信心 在他里面 成为良善 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 家主称赞 仆人说 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家主首先是 认同这个仆人是良善 可见良善是一个首要条件 良善是一个前提 想要讨家主的喜悦 我们必须首先是良善 想要讨神的喜悦 我们必须首先也是良善 基于良善的前提 人所做的一切 才有可能是讨神喜悦的 就像 我首先必须是我太太的老公 然后我才能够把那个戒指 戴在她的手上 我跟我太太在大一的时候就认识 大四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谈恋爱 你想假如我在大一的时候 我就跑到她面前 戴一个戒指在她手上 把她叫老婆 她会不会骂我神经病 然后报警 一定会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 就必须跟神有全新的关系 就是我们要因信称义 因着信耶稣成为良善 所以感谢主 如果今天你已经头里承认 心里相信 恭喜你 你就是良善的 你已经达到了第一个要求 而不是你自己的良善 而是你藏在了基督当中 被称为是良善 好那我们现在解释完了良善 那我们就要再说一说中心 中心 什么是中心呢 中这个字大家都会写 上面是一个中间的中 下面是一个心 所以说明中这件事情 是关乎心的 不是关乎表面的 而圣经当中有一段 对人的心 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是这样 说到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石头 这是圣经当中对人心的描述 人心太诡诈了 我们的心是我们一生当中 最难驾驭 最难去控制的东西 我们要做一件 看起来很中心的事情 很简单 但是当我们去抗了自己心的时候 你想保持你的心是一颗中心 却非常的难 上次李建长老来培训我们的时候 我们去的是凡尔赛 就是阿拉邦那边凡尔赛的别墅区 在那边呢 大家都住在别墅里面 别墅都很大 所以我们好几个人住一个别墅 那天跟我和任远一起住的呢 是一个中华基督教会的老姊妹 我们管她叫珊瑚姐 那她都是 她七十多岁了 牧师拜托她来这边给我们做饭 那那天牧师就跟我说说 让我每天早晨开车的时候 送珊瑚姐去会所那边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有个厨房 我们培训的时候都是在那边做饭吃 吃完了之后就在那边培训 所以牧师这样吩咐我了 那我就很痛快地答应了 虽然我知道我每天早晨得五点半就得起床 然后去送珊瑚姐去会所 但是我也想长老也在 我也得好好表现一下 所以第二天我就起得很早 我就带着珊瑚姐去会所 到了那边呢 我就开始帮她忙 又弄煤气 又洗盘子 又做这个做那 最后厨房收拾完了 我出来 一看我们聚会的地方 然后这时候 我的心里有一句声音说 你要忠心 人在小市场忠心 在大市场就托付你 所以我就开始把窗户打开 把窗帘弄好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把那个椅子都摆裂得非常整齐 开始扫地 然后我把我们摆饭的桌子 收拾得特别的漂亮 连那个我们喝咖啡的杯子 我都弄成了那种心形 然后我就感觉非常的满意 我就觉得我从来没这么忠心过 然后我就走吧 我就回去找人员 然后我们就又过来 当时呢 一进这个房间 我就看到说 一进那个我们的聚会地方 第一眼 我就发现一件事 我别的被丑啊 我就看 我摆成心形的咖啡被弄乱了 然后我排好的椅子 也被弄得乱七八糟 所以已经有很多人已经来了 那你说奇怪不奇怪 明明我做这些事情 就是为了大家 就是处于爱心和忠心 但是为什么我一进门 第一眼还要看到这些 所以很奇怪 那结果到了吃饭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问 今天是谁把我们的聚会场 弄得这么干净 漂亮整体 有创意 没有人问 我一直期待有一个人在问 但是没有人问 大家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更让人抓狂的是 在上午的培训当中 李建长老讲着讲着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啊 我们现在是在菲律宾 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有工人做 所以呢 前一天晚上 我故意什么都没收拾 我就走了 因为我知道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 这些都会恢复原样 然后他说 因为工人会替我们收拾 在欧洲的时候 就没有这样的好事 我们都是自己收拾 你知道他还没说完 我都想举手张网 我就是那个工人 所以你知道 这件事非常的有意思 我明明是心甘情愿 但是当我的心甘情愿 当我的忠心和爱心 没有被肯定的时候 我心里的反应 我自己都控制不了 我控制不了自己去想这些 第二天又是同样的事 五点半起床 六点去会所 然后又跟第一天一样 收拾的一模一样 但你知道吗 第二天我在收拾的时候 我心里就不停地挣扎 我一直在告诫自己说 哎呀我要忠心 这不是给人看的 是为上帝做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是很少能一心二用的人 我是一个 必须做一件事 就做一件事 有些时候我开车 如果我脑子里想一件事 我就开过目的地 我都不知道 我是不能一心二用的人 那天早上我忽然发现我能 我就边扫地 边嘱咐自己要忠心 不要给人看 是给上帝做的 结果一边心里 另外一个神经在想说 哎呀要不这时候 长老或者其他同工 推门进来 看到是我在打扫 那是什么情况 今天早上我就是在这种 所以下次李健长老来的时候 请务必不要告诉他 感谢主 经过那一次的挣扎 我就深深地明白一件事 忠心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忠心根本就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 忠心是在乎我们心里的动机是什么 忠心是关乎心的 这个是他最难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 在人面前表现得很忠心 但是究竟在上帝面前算不算数 确实由我们内心的动机来决定 今天在我们经文当中 当主人夸奖这两个仆人是又良善又忠心的时候 那个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和鼓励和接纳 那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 二十四节 那领一签的也来说 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中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据点 我就害怕 去把你的一签银子埋藏在地里 请看你的圆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 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我没有中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据点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夺过他这一签来给他有一万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挨骨切齿 家主是怎么判断这个领一签银子的仆人 家主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和又良善又忠心相对应的 这个领一签银子的仆人 被评断为又恶又懒 恶就是跟良善相反 这个人是一个恶人 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 懒呢就是他心里的动机 无论他给自己找了怎样的理由 他说主人你是忍心的人 没中的地方你要收 没放的地方你要拘脸 所以我吓死了 我不敢花这一千块钱 万一亏了怎么办 所以我把它埋在地里了 看似他给自己找了理由 是很忠心的 但是他心里的动机绝对不是这样 他的动机不是忠心 而是出于自己私欲的懒惰 最后呢主人告诉他你是又恶又懒的 他的结局就是在黑暗里面挨哭切齿的 好今天经文当中我们这个比喻 我们就分享完了 所以呢让我们再回到这个比喻的本身 大家还记得这是一个 抱歉 关于什么的比喻吗 这是关于什么的比喻 天国 没有错 所以一个比喻呢 是有一个预体和一个本体 那本体就是天国 这是这个本体是天国吗 对本体是天国 那么预体是什么 或者说是谁 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 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本体是天国 但是比喻的那一位就是家主他自己 家主就是那个天国的化身 仆人们良善又忠心的奖赏 就是进去享受家主的快乐 那个快乐就是天国的快乐 而家主是谁呢 我们都知道 他一定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 圣经记载说 门徒都仰着脸 看耶稣离开的那个天空 这时候有天使对门徒说 加利利人呢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那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所以现在你还 你记起来 我们刚才十九节的经文说什么呢 十九节经文说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 弟兄姊妹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也必这样快来了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 往后的经文 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 这段经文的下文 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基督会回来 会以王的身份 实行审判 这个审判是 天下万国历史历代的人 都站在基督面前 从亚当下巴到历史上 每一位君王 伟人 勇士 智慧人 曾经统治过半个地球的 霸主 或者是根本默默无名的人 所有的人 都要站在基督面前 分开左右两边 基督要对右边的人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然后对左边的人说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 所预备的拥火里去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听 这是关乎生死的事情 基督把人分开左右两边的标准 究竟是什么 经文告诉我们说 基督他说 因为当他饿了 渴了 坐客旅 赤身露体 病了 在肩里的时候 右边这些要进入天国的人 曾经给基督吃 给他喝 留他在家里住 他赤身露体的时候 给他穿 病的时候去照顾他 在肩里的时候 去探望他 而左边这些 要永远沉沦的人 什么都没做 然后他们就问说 主啊 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些事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你 我们怎么不知道 基督说 你们坐在弟兄当中 最小的一个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所以大家看到 做和不做 就是最终 评判的标准 也许有人会说 我们不是因信成义吗 我们不是信耶稣 得永生吗 为什么做和不做 反而成为我们 进入天国的标准 其实因信成义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圣经 没有只说到信心为止 就不说了 在雅各书当中 有一段非常清楚的描述 信心若是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信心是行为的前提 但行为是信心的结果 所以耶稣曾经说 凭着果子 就可以认出那个数来 就是这个道路 基督要根据我们 信心的果子来判断我们 放到今天的经文来说 良善就是我们 凭信心而称的义 而忠心呢 就是我们因信心而有的行为 良善是忠心的前提 使忠心成为可能 忠心是良善的印证 是良善的结果 是良善最自然的表达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没有忠心的良善 也是死的 是假良善 简而言之 如果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你就应该活出一个忠心的生命来 因为一个人 一个怎样的人 他就自然而然会做一个怎样的事 如果这个人从来不做这样的事 那么我们也可以判断 他就不是那样的人 在上周二的时候 我们家里有聚餐 因为我们一个查经小组 我们那天是聚餐 有一个杭州的小伙子 答应我要做好几个菜 那当他把菜买来的时候 我和我太太任远都惊呆了 你知道他要做西红柿炒鸡蛋 还有这个肉末茄子 他买了四个小西红柿 四个小茄子 当天晚上我们预计的人数 吃饭的人数是12人 然后我和任远都惊呆了 我不理解 然后我后来跟任远说 我说这个就是文化 因为他家乡做菜就是这样 他是杭州人 所以他才会只买四个小西红柿 四个小茄子 做两盘小小的菜 然后每个人尝一点味道就可以了 但是你知道我是北方人 后来我就又去买西红柿 我买了25个西红柿 回来炒出一大盆西红柿鸡蛋 然后最后没吃完还剩下了 你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北方人 我是内蒙古 在我的概念当中 吃不完 吃不完没关系 但是绝对不能不够 就是剩了也不能不够 但是那个杭州的小伙子 是不够没关系 尝一尝味道就可以了 所以你知道吗 这就叫做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做怎样的事 同样 如果我们是因为基督的救赎 成为了良善的人 是得救的人 我们就一定能够 应该活出忠心的生命了 这个活出的忠心 就是那个家主 接纳仆人的理由 就是上帝判断我们的凭据 所以弟兄姊妹 虽然今天的经文很长 但是我只总结了一点 请大家要牢记 就是这个 忠心是上帝判断我们的唯一标准 忠心是上帝判断我们的唯一标准 唯一的意思 不是说爱心不是标准 信心不是标准 良善不是标准 而是说忠心是爱心 信心良善的表达 一个人忠心为主而活 就是在表达他的爱 他的信 他的良善 所以当基督审判全地的时候 他要根据个人所行的 报应个人 因为上帝是看中结果的 他以果子来判断数的好坏 我们生命的果子 就是忠心或者不忠心 那么既然我们有了忠心这个标准 可能就有一个问题是 什么是神所托付给我们 让我们进中心的事情呢 或者是我们当怎样去进中心呢 从圣经的启示来看 上帝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很多很多的银子 让我们去管理 这些银子呢 大致包括以下六点 第一个是我们的时间 你的每一分每一秒 你是浪费在虚无的夜乐当中 还是敬虔度日 还有第二个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电脑 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 你有没有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 第三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配偶是神所配合的 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你有没有好好的经营自己的家庭 带领他们敬备上帝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产业 第四我们的事业 我们所做的工不是我们赖以为生的生计而已 而是上帝希望我们在这样工作当中 不断地经历他 实践信仰 荣耀上 荣耀他 所以我们的事业也是神给我们的银子 第五个 我们身边的环境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国家 这个城市 你所住的社区 这些都是神要借着这些东西 让我们操练我们的中心 让我们可以成为爱的管道 成为祝福的源头 这些都是神的托付 第六个 我们遇到的每一个行善的机会 主耶稣说 我们把善事坐在弟兄当中 最小的一个人身上 就是坐在他身上 上帝把行善的机会摆在你面前 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要我们进中心 所以这六点呢 基本上可以概括我们当进中心的内容 而进中心的时候 大家不要忘了 中心是心里的事 是心甘情愿地对主说 我有时间 我有精力 我有钱 我有资源 我有爱心 我有忍耐 然后尽力地 把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做好 因为家主在经文当中说 有的还要嫁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都夺去 所以中心也是要对上帝说 我有 大家是不是突然间觉得中心特别的难 其实难就对了 因为耶稣说天国是努力才进去 但是中心其实就不难 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一个字 进 进者为之中 就是这个道理 当我们说 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时候 这个就是尽中心 所以你知道吗 当我们能够尽的时候 尽自己的力量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中心是上帝盼到我们唯一的标准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好好的思想揣摩这个真理 我们就会从很多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和自由 当我好好的来去思想这个真理的时候 我就自由了 有一次我开车去教会 我在车上放着约书亚敬拜乐团的歌 我想很多年轻人应该听过他们的歌 那约书亚敬拜乐团 他们 我听着听着他唱这个歌 这个男人在 男生在唱 那我就想起了一个人 叫做周旭光牧师 周旭光牧师是台北林良堂主任牧师周沈柱的儿子 前主任牧师周沈柱的儿子 他现在是台北林良堂青年崇拜的牧师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讲员 他是约书亚敬拜乐团的团长 他会写歌会写词 而且他也是乐队的主唱之一 他的太太名字叫做喜恩 是乐队的主唱 是有名的歌手 所以你知道吗 我跟他的年龄是相仿的 他就比我大体罪而已 那天我想起这位周旭光牧师 我心里突然间感觉自愧不如 差了太多 我跟他相比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先天不足 后天失调 然后我们的年龄相近 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却相差甚远 他是名牧师 我是小传道 怎么跟他比 除了我稍微比他帅一点 我太太比他太太漂亮很多以外 我没有办法跟他比 那么当有一天我见上帝的时候 我见主的时候 我是不是需要 因为我 不上他这件事 而羞愧 而自卑 绝对不会 因为当我想到上帝判断我的标准 唯一的标准 就是忠心的时候 我就完全得了释放 因为上帝给他的就是五千银子 给我的就是两千银子 我只要尽我的能力 管理好神所托付我的 忠心完成神所托付我的 就感谢主 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对我说 忠心又良善你夫人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比 我们只比谁更加忠心 更加爱神爱人 有一天我们也一定会 一同享受天国的快乐 最后我用两节经文 跟大家一起共勉 经文在新约圣经 哥雷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 我们一起来 开始读一下 好 开始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指示 为神奥秘士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 是要他有忠心 忠心是上帝判断我们的 唯一表达 我们一起来讲 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 在七日的头一日 在这早晨当中 我们把这时间分别为圣 恭敬地摆在你面前 我们知道这些不是没有原因的 你是让我们的灵魂在你里面得安息 让我们的灵魂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挤养 让我们的心意可以更新变化 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你 今天我们讨论了这段经文 我们发现了你是那样看重忠心这件事情 你是那样渴望能成为良善 所以今天孩子在这里分解你的话 主啊 我不知道你的圣灵 是不是已经在弟兄姊妹心中做工 但是我的祈求是 主啊 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真心又良善的仆人 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你面前蒙跪纳 让我们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 你对我们的鼓励对我们的夸奖就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主啊 我们把这件事情公平的交托仰望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所担负 你所托付给我们这些事情当中 天父恳求你差遣圣灵上帝 一直一路与我们同行带领我们 让我们可以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做那些你所喜悦的事情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耶稣基督的圣灵 耶稣基督的圣灵